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泪流离指舍 慈悲动干戈 顶困角龙路山河 我是我的女生 且看着意图独恩怨散花 也盼乱转几回 且悲欢几世恋我心我 有我爱快已无悔 用心结婚载兜散戒流道 由天使思想随 凝望穿之水也不复答回 我已经是人形了 我有迷果子 还以为我是蛇 谁让你偷屎 让开啊 怎么了 跟谁发脾气呢 不管你是 气死了 真是的 拿着拿着 给你 司凤告诉我 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我也谢谢你 米果子给你吃 谁要吃这东西 哥哥 这米果子真好吃 你也吃一个 真是个长猫 若雪 哥哥选拔上黎泽公的弟子了 那太好了 听说黎泽公的弟子 吃得也好 住得也好 还能学本事 哥哥你去吧 这样 就不会再被别人欺负了 若飞 黎泽公不要你弟子 若雪也想去呢 不过 哥哥你放心 我会乖乖地等你回来的 嗯 你怎么抱着我妹妹 你要听话 不然她就永远醒不过来 玲瓏 喝点汤吧玲瓏 喝一点 哎 玲瓏 这 玲瓏最近总是这样 昏昏沉沉的 东西也不怎么吃 你说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看她也不曾发烧 怎么办啊刘师兄 这样下去不行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思枫 思枫 这是元神与身体 分离太久所致 玲瓏开始对身体 失去了控制 那我不能再等了 我们去布州山吧 我们现在就走 布州山是要去的 但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 自从上次东方夫人 提到布州山 我就一直在查 可地图上 并没有这个地方 上古神话里 水神公公不抵 火神祝容 撞倒了布州山 天穹塌落 起了滔天洪灾 这布州山既然能顶天 应是极为恶的山脉 怎么地图上会没有呢 会不会 会不会是因为 年代太久远了 所以跟高世山一样 改名字了 那小妖遇害之前 提到了一个西字 若是一直往西找 或许能找得到 那我们就一直往西找 你们哪儿都不能去 我 爹爹 玄机 之前要不是 神剑定昆护主 打妖边下 你焉有命在 如今又摇妄为 倘若你要落到妖族手中 爹爹是救你 还是不救呢 难道你也想让我绍阳 也跟轩缘和浮玉岛一样 损失几百个师兄弟吗 玲珑个人的安危 与绍阳相比 孰轻孰重 你心里应该清楚 你只会怨爹爹 可是 你可知爹爹 见到玲珑受伤 却要以天下为先 是何等的一种心情 你自以为有情有义 不过是无知妄作罢了 说得好 参见公主 参见师父 少阳的溺徒 一次次出乱子 非得拉上我徒儿擦屁股 实在无知妄作 公主所言 我在跟我徒儿说话呢 四缝 你去高士山是为了这丫头 派灵寿去天虚堂 也是为了这丫头 难道你要为了他去布周山 你也不看看 你周围邵阳的这些小伙伴们 有多没用 被抓的被抓 受伤的受伤 还连累你受罚 我早就告诫过你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但是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与草包为伍 你也会变成草包 懂吗 玄机 我也要说说你 我们邵阳行事 一向是光明正大 要和那些只会用咒 驱蛇的门派敬而远之 知人知面不知心 更何况 每日里都戴着面具 连表情都看不到 你为人家拼命挡了一边 可是在人家嘴里 你会落得一句好吗 爹爹 子凤你听听 你自以为情义深重 可人家早就提防你了 你为他出生入死 那么多次 人家根本就不记得 他只不过替你挡了一鞭子 就要你为他修妙立碑来感恩 真有意思 有意思 师父 玄机 君子之交淡如水 事事计较真小人 那些抓住话头 牙字必报的 当断则断 不是这样的 师父 为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 我看你是明晚不理 那就这样吧 从即日起 我就把你关起来 就是不让你与草包为伍 这 师父 走 跟我回去 走 师父 走啊 师父 你站住 师父 看来没个人管教你真的是不行 跟我来 师父 你怎么来了 为师是为大喜之事而来 大喜之事 玄机啊 你师父 有几句话要问问你 我问你 浩尘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 我 师兄 自然是很重要的位置 那我问你 你是否愿意一试陪伴师兄啊 我跟浩尘师兄都发过 是要一试守敬的 我们守敬相伴 自然也是可以 玄机啊 你这孩子 总是给爹爹闯祸 有性子执拗 好在你浩尘师兄 不嫌弃 否则的话 爹爹真不知道 你以后该是如何地归宿了 弟子浩尘 愿取玄机为妻 一试护他敬他 望掌门恩准 是 浩尘师兄你在乱说什么呀 玄机 这些话 句句真心 玄机 你跟浩尘师兄结为抗力 一则呢 这后半辈子 有人替爹爹照顾你 二来可以共修大道有情绝 修为可以更上一层楼 这是天大的好事 好 爹爹恩准了 我不要 玄珑可以照顾我 六师兄也可以照顾我 至于您说的修炼 司凤他可以教我 他那么聪明 我的修为一定有所长进 我不能跟浩尘师兄成亲的 你 你这孩子真是胡闹 刚刚你师父已经问过你了 你也表明了心意 你怎么 怎么你又说话不算话了呢 我 我刚才说的是 我可以跟浩尘师兄 守静相办一事 我没有说要嫁给他呀 你 师弟 我看玄机他心意已定 咱们还是不要为难他了 师兄啊 这孩子 这孩子从小就被我宠坏了 现在心里呀 还想着跟那齐鹿之人走在一起 不肯收心 好 既然你不肯收心 那我就替你收收心 我现在就把你关起来 等回到邵阳之后 你休想再踏出邵阳半步 爹 师父 你还在为楚玄机那丫头犯傻吗 你当真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吗 若不是为师及时赶到 你早就被打死在大殿上了 你居然没有半点回忆 你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是不是失了心窍了 徒儿不曾失了心窍 玄机他拼死护我 徒儿的心已经在他身上了 你说什么 你把心交到他的身上 那你是不是要把你的命交到他手上 李泽公上上下下这么多性命 都要交到他手上吗 你给我起来 你好好想清楚 如果他知道了你真实的身份 你认为他还会护着你吗 玄机他不一样 他不会害我的 好 既然你要一意孤行 为师成全你 你要死就死得远一点 今后谁要打你 杀你 为师就不管了 就当没你这个逆途 是 师兄 你就让我出去见一下四方好不好 很快就回来的 爹爹不会发现的 小玄机 违抗失命 那我们的屁股也是要开花的 师兄 不行 是 被爹看得这么近 到底如何才能离开浮渝岛 小 跟我来 你怎么来了 四方让我来问你 是否决定去布州山了 嗯 我一定要去的 那好吧 这个你拿着 这是什么呀 这是司凤做的拟生服和傀儡服 司凤让我跟你说 只要按他的计划行事 你就能跟他一起离开 真的 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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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可算找着你了 爹跑不动了 跟爹回去 我赢了 我赢了 哎呦 我的傻丫头 什么赢了输了的 我在跟玲珑玩游戏呢 谁先把人引到这里 谁就赢了 玩游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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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我赢了 怎么样 厉害吧 玩游戏可没人赢得了我 玲珑 他是谁啊 你们要干什么 没错 你赢了 作为奖励 我送你一样宝贝 什么宝贝 哎 这是什么 喜欢吗 哎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对玉儿干什么 放心吧 我们不会对你的玉儿怎么样 他只是诱饵 我要找的是你 只要你乖乖听话 你的女儿便能安然无恙 巫头 你说只要我赢了 就放了我的 你骗我 都带走 是 走 来 玉儿 臭老头 可不是我耍你 骗你来这儿的 你可不要不管我 没事 你到底想要什么 有话直说 要找你的人可不是我 来 恭迎唐主驾临 唐主啊 这里是天虚堂的老巢 柳先生天隐神通 今日一剑实属有幸 你就是天虚堂的头头 怪不得天虚堂 都是这般遮遮掩掩 原来他们的头头 就是这副见不得光的人 刘先生的话 是不是太多了 我叫你过来 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唐主神通广大 天虚堂 耳目遍布 还有什么会是天虚堂 不知道的 恐怕在下帮不了唐主了 你既开了天眼 就一定能帮得上我 我就想知道 天界战神 到底是不是储玄机 开一次天眼折寿十年 更何况这么难的问题 只怕开了天眼也看不出来 白白折我的寿 我呀 也没有那么多几十年可以折它 不看不看 打死也不看 你们放开它 不要不要 我有种忙着一挨脸子 就什么也看不下了 我告诉你 你们放开它 这悬阴铁链 你越挣它就会越紧 别想着耍花样 柳先生既受得了直入天眼之痛 这悬阴铁链自然算不得什么 可就是不知道 你的女儿受不受得了 玉儿 玉儿 停手 停手啊 我忘了告诉你 这悬阴铁链最紧的事 不管是人是阳 必定灰飞烟灭 好好停手 停手 我答应你们 我答应你们 我开天眼就是了 我找一个糖尿 我们再干 comport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战神就是楚玄计 我终于找到你了 只不过他还未觉醒 得尽快想个法子 让他觉醒才是 臭老头 你怎么样了 你不要死啊 放心吧 丫头 爹爹不会丢下你不关的 你究竟是谁 我竟然看不透你 我既然敢叫你开天眼 自然有法子让你看不透我 省省吧 柳先生 帮我好生伺候他 我还有用 几日后我再来提一提 是 堂主 那我们何时共打五大派 堂主 小兄弟 你心气太高 有些事情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 你说什么 我虽然看不透你们堂主的身份 但是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天界的惩戒印记 他是天界的罪人 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知道 你想要的不仅仅是苟且偷生 你想灭了五大派 成为五大派之首 可他是连天庭都瞒得住的人 你真的以为他会信守承诺 去帮你 您的如意算盘 打错了 想挑拨我们的关系 我告诉你 除了我自己我谁都不信 把他们拉下去分开关起来 是 唐主带着天界惩戒印记 那本该竟不得不住山才对啊 莫非他有什么法子 能遮住印记不成 难道是 非龙翼 大师兄 玄机被关了那么久 我想陪他聊聊天 师父让我看着你们 可别给我捣鬼啊 放心吧 大师兄 我能捣什么鬼啊 嗯 谢谢师兄 都准备好了吗 但是兄在外面盯得可紧了 司封的计划不会有问题的 咋 好 六师兄 好无聊啊 我们来玩划拳吧 输的人学小狗 好啊 划就划 谁怕谁啊 哥俩好 三星赵 四喜财 五魁少 玄机你输了 快去小狗叫 小玄机也太笨了 大点声啊 待会儿给你买肉骨头吃 大师兄 你们俩来得正好 我 我去趟茅房 你们帮我看好玄机啊 是 小玄机也太笨了 哥俩好 三星赵 小玄机也太笨了 怎么一直输啊 再来 哥俩好 三星赵 你说他俩干嘛呢 四星赵 回手 玄机昨日不还在为黎泽公那小子肝肠寸断呢 怎么今日就 这 这 他们怎么回事啊 继续 现在的年轻人也太会玩了吧 你们俩怎么了 哥俩好 他们 对对对 四喜财 五魁少 不好 哥俩好 三星赵 四喜财 五魁少 明言 是傀儡符合你生符 快去告知师父 是是 島主有令 赶紧搜查少王派楚玄机和钟敏炎 不能让他们逃出岛去 你们去那边 其余的人跟我来 走 等等 你们私下商量去救玲珑 为什么也不告诉我 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 若玉 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不想让你跟着一起冒险 而且 我们这次是违背失命出来的 只怕回去必遭言成 玲珑也是我朋友 我怎么可能做事不管呢 就算会离泽宫受罚 只要能把人救出来也值了 对不对 四方 也好 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若是离泽宫要罚 我们两个人一起 若玉 多谢你 现在先不说这些了 今晚还开着 我们先想办法离开福玉堂 我已经让小银花探过了 千万还有一处漏洞被修复好 我们去那边 终于到了 你 该死的 这福玉堂以为自己是什么宝贝地方 弄了这么个鬼贱王 老娘若不是为了灵石 才不来这破地方呢 今天是上前日 不能做法求证 只要引开这些看守弟子便好 小银花 去 快走 快走 玄机 不管你心中是如何打算的 你都可以告诉我 一切都可以慢慢解决 何必忤逆你爹爹呢 浩尘师兄 我不能跟你回少阳 我 我知道你想救玲珑 但此事必须从长计议 玄机 还不跟我回去 你们还在闭着 力量 宝贝 带着 子虎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这些人类 真是没有礼貌 刚刚是我好心 救你们出来的 你们不是应该 谢谢我才是吗 多谢 你们人类不是说 要知恩图报吗 那拿零食来报答吧 好你个老狐狸 我就说你怎么一个人 跑到修仙门派来了 果然没暗号心 告诉你吧 这零食呢 早就被天虚堂抢走了 你来晚了 什么 天虚堂真是处处会好事 那你们快说 那帮臭妖现在在哪儿 我们还想找他们算账呢 可是 天虚堂在不舟山 我们找遍了地图 也没发现他位置 不舟山 原来他们藏在了不舟山 这死狐狸被押在坟如城 那里不就是要从不舟山进入吗 正好我一起去 摸清了天虚堂和那死狐狸的位置 到时候凑齐零食 也好救他 反正我也要去找天虚堂算账 那我带你们一起走吧 你知道不舟山在哪里啊 当然知道了 老娘这一千年也不是白活的 别信他 难保他不是想半裸害人 就是了 你直接走 等等 你们不能走 没有我 你们找不到不舟山的 这不舟山已经不在人界了 不在人界 没见识了吧 当时贡公撞塌了不舟山之后 天助折地为绝 自死不舟山便从人界消失了 就凭你们几个凡人 是不可能找到不舟山的 那你要是真知道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 还好心带我们去 我骗你们干什么 几千年前 不舟山坍塌之后 便在此形成了一个 魔器十足的魔域 魔族的修罗 无意间发现了此地 便占据了此地 并借此魔器修炼 所以久而久之 内力便成了魔族的 盘踞之地 不怕告诉你们 我就是在不舟山长大的 所以那儿我可熟了 好吧 我姑且信你 那你说 不舟山在何处 还是你对我最好 你快说 不舟山怎么去啊 是这样 虽然我是在不舟山长大的 可是自从先魔大战之后 魔族就被驱逐出了不舟山 他们把坟如城搬到了那里 而且派天将看守 自然不知道回去的路了 你耍我们 急什么 就算我不知道的话 廷奴也知道啊 不过 你们得先帮我找到他 廷奴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当日在高石山 是你带着廷奴逃走的呀 是 没错 那天我们从高石山逃走 我把廷奴安置在了路边 本想一个人去福与岛 查看一下灵石的下落 才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廷奴就不见了 我在附近 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 它是被一只很强大的腰抓走的 只是不知道那只药是什么 难道又是天虚堂 肯定不是天虚堂 我跟天虚堂打交道 也不是一两次了 那么大的腰 我不可能不知道 想来 应该是散逆在人间的散腰 让了这么一大圈 原来就是想拉我们帮忙啊 是又怎么样 你们想去不舟山 一定要先帮我救出廷奴才行 廷奴是个娇人 没有腿又不能走路 他还不知道会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廷奴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是一定要救他的 而且 现在只有他 能够救回玲珑 好吧 我们先商量一下 你们真打算和这个狐妖一起走 他诡计多端 千万不要上当啊 不如这样 我们和他一起救出廷奴 合力进入不舟山 之后 不让他有机会 抢走灵石便是 我觉得可以一试 可是 我真的不想和妖合作 六师兄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事先救灰玲珑 好 那我们就先跟那狐妖合作 但是 如果他胆敢有任何异动 我绝对不会客气 怎么样 悄悄话说好了吗 我们先一起救出廷奴 进入不舟山之后 再各凭本事 办自己的事 怎么样 好 正合我意 说来说起 都是因为 黎泽公那个语思凤 这玄机有样学样 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就连敏言 也越来越不听话 当务之急 还是赶紧把孩子们 找回来吧 玄机一心要救玲珑 他们一定是去不舟山 寻天须堂朝学了 可这不舟山 隐于世间 藏于异界 非人族之地啊 他们如何找得到呢 即便是找得到 又如何能进得去呢 不 不舟山和人界 有连接之处 人族虽难存于不舟山 但也并非没有进入之法 你是如何知晓的 弟子从前历练时 偶遇从不舟山 逃出的舵仙 听他说过不舟山的事 掌门 弟子知道 不舟山的入口在何处 或许可以沿着 那入口方向 沿途寻找玄机 他们的下落 好 好臣啊 难得你心里 还一直惦念着玄机 这样吧 等你把玄机找到 带回来之后 我就找个好日子 帮你们定亲 这孩子 身边要是没有你看着 指不定将来 惹出什么大祸呢 唐主 明日将柳亦欢和他女儿 送到布州山外 我自有用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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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堂主 我要你带的人呢 堂主想要柳宜欢做什么 尽管告诉我 我替堂主去办便是 你不必知道 都不知道堂主想要做什么 我又如何能尽心尽力地 为堂主卖命呢 说不定哪天被堂主卖了都不知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堂主自始至终的目的 就是要得取灵石 复活磨煞星 颠覆天界 自己做三界的霸主 我说得没错吧 那又如何 那若是人界修仙五大派 愿意臣服于你 你便不杀他们了吗 要谁生 要谁死 那都是看我的心情 我自己说了算 五大派何时入得了我的法眼 怪不得之前 堂主让地狼做事 总是那么不爽快 堂主根本就没有 要对五大派赶尽杀绝 覆灭五派之说 只是堂主想要骗我 为天虚堂卖命的借口吧 乌统 你应该感激天虚堂 不然你早死一百次了 你应该庆幸 你现在还在为天虚堂卖命 乌统自然要感谢堂主给予机会 堂主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继续做你的三界霸主梦 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灵石 但以后 天虚堂的妖兵由我来掌控 我自己去覆灭五大派 你想跟我做交易 口气倒不小 你现在竟然打起了天虚堂的主意 武统你给我听好了 你只不过是我捡回来的一条狗而已 我高兴赏你个谭主玩 可我要是不高兴 随时可以让你去死 非龙翼 我差点忘了 唐主身上带着天界成界的印记 只有这非龙翼能盖住这印记 才能进出不周山 只是 这金翅鸟标记的人 除了当年摩狱又是元朗 似乎也无其他人了吧 你知道的不少啊 跟妖族打交道 自然要把妖界的兴衰过往了解得清清楚楚 知己知彼嘛 只是我能知道你更多的名 武统你这是找死 可你动得了我吗 之前柳玉欢跟我说 你身上带着天界成界的印记 我就奇怪了 你进出不周山无数回 应该早已拿到非龙印才对 可我根本就没有听说 黎泽宫有丢失非龙印的消息 而且天须堂从来就没有要对付 黎泽宫的计划 我就在想 是不是唐主 就藏身在这黎泽宫里 就在拿取非龙印十分方便的地方 果然 唐主以为 没有你的命令 就没有人会动黎泽宫 自然放松了警惕 我还得多谢唐主 让我不费什么力气 就拿到了非龙印 我之前 真是小看你了 而且我还知道一个惊天的大秘 我猜黎泽宫里应该没什么人能知道 傅公主就是天须堂唐主吧 要不然的话 你早就以黎泽宫作为天须堂的据点 何必这么大费周折 我猜得没错吧 傅公主 不同 你是不守人道 也不守妖道 三界之中 你岂能有立足之地 我只想跟唐主合作 唐主想要夺取灵石 想要做三界霸主 而我只想覆灭五大派 我们的利益毫不冲突 若唐主愿意答应我的请求 我不仅会为唐主保守所有的秘密 而且会一如既往地替唐主卖命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们的合作各取所需 何乐而不为呢 好 我答应你 把飞龙印给我 既然唐主愿意跟我合作 那我们就应该拿出各自的诚意 这飞龙印和封印在其中的灵石 作为我们合作的凭证 我先替唐主保管着 至于唐主想要柳依欢做的事 尽管交给我便是 我定会办得妥妥当当 让唐主先看到我的诚意 你是狐妖又不是狗妖 你这一路闻过来 到底能不能行 廷东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时候不早了 今日大家在林中休息一晚 明日一早启程 我们再继续往前寻找 给你 吃这个 我是狐狸 要吃只吃人或者葡萄 我才不吃烤得这么黑的红薯呢 就你那点胆子还敢吃人 真的不吃 算了 我想了一想 我现在和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那我就不应该孤立大家 所以我决定了 我要和你们同吃同住 小四风 你要不要尝一尝 不吃不吃 他不吃这个 他吃我这个 四风 怎么了四风 难道我这个红薯 没有它的玉米好吃吗 我这个比玉米好吃多了 你快吃啊 我自己来 你放心吧 我对你的小郎君可不感兴趣 那只臭胡孙啊 就够烦的了 对了 我觉得您也不是什么坏的呀 为什么喜欢 吴枝齐那种大魔头啊 吴枝齐再不是什么大魔头呢 怎么不是啊 天虚堂就是为了要救他 才会把玲珑抓走的 我再说一遍 吴枝齐跟天虚堂 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救他 完全是没样好心 吴枝齐 他是天底下最洒脱 最自由自在的人 放开 放开 你 我说这几天 怎么满地都是葡萄瓶 今天可算是让我抓着你 放开 你放开我 我可是青秋狐族 可凶了 你要是敢伤害我 我的族人一定会报复你的 那你打算怎么报复我呀 把你的葡萄园 西瓜园 南瓜园 全部啃光 你 你怕了吧 哎呀 那就还真不巧了 我呢 恰好是这天底下最凶狠的猴子 你看看啊 我看你这身皮毛倒是不错的 正好我缺条围脖 扒了给我冬天取暖 小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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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小狐狸 还真是倒是小狐狸 哈哈 Zither Harp 没有太多太多的恍惑 当你看着我 心就明了了 期待过 失望过 一次次 青年被命运传播 每一生 都是我 累积的 爱不到的轮廓 不禁一关心彻虎 曾指向何处 深藏直觉与非复 盼了又盼了归宿 原来是肃母 我 从未虚度 为多一份感动心 就多一份不负 我蒙上眼睛让自己看清楚 在拥抱之前先学会了放逐 伤情又冬孤的痛苦 如瘦 如鼠 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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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